这里有两个拔 请你猜猜看哪一个比较贵 好像第二个声音比较好听 所以正确答案是第二个拔 才是昂贵的拔 那假如不看价钱 从声响学的角度而言 这两个声音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请看Spectrogram 昂贵的拔 能量有充分的延展到高频 声音比较开阔 不会像第一个声音 比较闷 我们来比较一下 第0.5秒的Spectrum 便宜的拔 在5000Hz以上的高频能量 不如昂贵的拔 好,那为什么我说是延展呢? 因为原本声音的能量 比较偏于低频 后来才延伸到高频 例如刚刚这个昂贵的拔 它在不同时间点的频谱 能量分布是不同的 我们来比较第0秒跟第0.5秒的频谱 在第0秒 能量比较集中在500Hz 而半秒之后 能量就跑到3000Hz 所以震动的能量是会流动的 好,我们再来听一次 便宜的跟昂贵的吧 元素播放可能听不出来 那我们试试慢速播放 诶,这个有点像大罗 你知道很多的开幕式都需要敲锣 这可能是因为罗声从暗变亮 有一种豁然开朗 进入新天地的感觉 我们在模仿大罗声音的时候 会说光 这种声音的能量 也是从低频逐渐跑到高频 当我们说光的时候 嘴巴逐渐张开 所以声音的能量 从低频跑到高频 可是罗跟拔并没有嘴巴 为什么他声音的能量 会从低频跑到高频呢 其实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搞懂这件事 这个单元的主题 是拔跟罗的非线性振动 里面有一些名题 到现在还没有解开 那我主要是根据这本书来做介绍 那我非常佩服他的第一个作者 Fletcher教授 他是物理系的教授 而且他对理论跟数学的掌握特别强 所以能够深入解释许多乐器的物理 那他也研究过罗的物理 那我曾经在研讨会上 对他提出一些补充 那他就告诉了说 原来这乐器的振动 好像比他想象的更复杂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因为拔跟罗的金属片 通常有用铁锤敲打过 这可以让声音更好听 但是也让振动系统变得非线性 Fletcher教授指出 The distinctive timbre of a tam-tam arises from the relatively slow buildup of modes of vibration having high frequencies This slow buildup occurs because energy is fed to these modes from the modes of low frequency excited initially The nature of non-linear coupling between mode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at present but the large number of hammered bumps spaced around the tam-tam Appear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ransferring energy from axisymmetric to modes of lower symmetry 一开始所比较的两种拔 其中昂贵的拔被敲到遍体鳞伤 它的振动是非线性的 也就是说不同频率的固有震态 以此会交换能量 那便宜的拔被铁锤就敲得比较少 而最低级的拔就是锅盖 它完全没被铁锤敲过 它的音色就很抱歉了 接下来要介绍金句的罗 请注意它的音高会变化 这个东西要念铁 有时候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所以就会听到 down to to to... wäre摯率寂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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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그렇 Range phango 道 our voe 重疾音色 我们来听听看 一些音色 難怪樂器裡面有一種響斬 是很小的螺 如果正確地演奏一個好的響斬 它的音高就有滑動 這些螺都有滑音 這些螺的滑音 可能跟它製造時的金屬加工技術有關 我們可以看到它表面的這種痕跡 好,稍微總結一下今天講的東西 有些拔跟螺的音色是活的 譬如音色從暗變亮 音高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滑 這種非線性的振動 應該跟金屬加工技術有關 不過目前物理學家仍然不太了解 它的詳細機制 就是那個政府的好看 好看 旁邊聊 保充 説明